大家好,我是東京走友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次在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吃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以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千葉成田有全國參拜人數最多的寺廟 成年山、新勝寺 充滿日本傳統風情的表參道 還有鰻魚飯 牛九高120公尺 世界第三高的牛九大佛 旁邊有Outlet可以逛街 長路納克是國營長路海濱公園的粉碟花 水獲日本三明園的接樂園 還有突普式的單車行程 也都超棒的行程 本集影片我們就來場精彩的成田慈城兩日遊 現在時間接近早上10點 我們來到成田 然後先殺到鰻魚飯店傳風 傳風是成田鰻魚飯激戰區中的鰻魚飯名店 黑夜已經超過100年了 總是大排長龍 但店裡面的位置很多 所以錯開中餐的時間 應該不至於排太久 家店原本是鰻魚批發商 所以只能知道怎麼挑好吃鰻魚 配上蜜船帶有一點甜味的醬汁 肉質軟嫩不會過油 包裹點是1.5隻鰻魚的特等鰻魚飯 說實在話一點都不覺得膩 大排長龍真的有它的原因所在 吃飽喝足之後我們往前走 來到成田山新聖寺 這個寺廟已經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了 是朱雀天皇下立寬朝大增鎮 為祈禱平行關東有平下門引擎的動亂 從京都來到了成田 祈禱了21天之後 動亂就結束了 祈禱時所帶來的不動冥王就留在這裡 也是成田山新聖寺 在成田開山的原因 寺廟附地很寬廣 大家可以從總門進入寺廟 經過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人王門 然後到大本堂參觀不動冥王 然後看看25公尺高 鑒於西元1712年的重要文化財 三重塔 塔壁周圍有16羅和雕刻 非常的細緻 如果角力好的話 我們可以搭配旁邊的成田山公園一起享用 公園附地很大 樹林茂密 非常有自然的感覺 照過公園我們拜訪高85公尺的平和大塔 跟公園一起拍攝等等氣派 然後往回經過大本堂的方向 我們再去拜訪兩個重要文化財 一個是江戶時代中期 1701年所建議的光明堂 以及1861年建造的鵝堂 上面有江戶時代貴重繪馬 以及各種造型的雕刻 很有氣氛 離開成田山 我們回到剛吃滿雲的地方 就會寺廟的表參道 這裡江戶時期就已經很繁華了 有許多餐廳、吃茶店、紀念品店等等的 就算只是散散步 感受一下日本風情也很棒 我們就一路散步回到車站吧 我們接下來要前往慈城囉 我們搭乘成田線轉達長盤線 大約一個小時多就來到牛九 轉達巴士大約20分鐘來到牛九大佛 這尊高120公尺的牛九大佛 是獲得金字世界紀錄的最大青頭佛像 從廣達1萬平方公尺的庭園看 真的是有夠宏偉 我們也可以進到大佛內部參觀 裡面可以看到大佛建造過程的照片 從電梯登上大佛胸部的位置 可以透過窗戶觀看這一區的風景 三樓的蓮華仗世界 是寺院本堂 裡面放置了3400尊金黃色的胎內佛 非常的壯觀 離開牛九大佛 坐巴士幾分鐘 或走了約20分鐘 我們來到Army Premium Outlet 這裡有超過160家店 大家可以參考官網決定自己要逛哪一家店 我們在這裡大約待到5點 我們接下來搭車15分鐘前往今晚下塔的飯店 位於土埔車站星野集團的B1B5 會選擇這個飯店 除了是第二天的最後一個行程在這裡 可以先把行李機放在這裡 而且交通方便 回到上也不用轉車 最重點是這個飯店可以合理的價格 做到非常具有設計感的房間 有著工業風格 而且很適合腳踏車組入住 感覺年輕人會超愛 寶寶住的時候還有免費的不二家糖果 跟爆米花可以吃 那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就結束囉 第二天我們早早起 坐車大概一個小時 將上80-20分鐘 大概9點半 來到長路海濱公園 拍攝的時候是粉碟花盛開始 這裡約215公頃 將近到安森尼公園的10倍大 原本是軍用飛行場以及設計練習場 後來於1973年3月 採納當地居民的希望以和平為主題建源訴求 國營長路海濱公園也因此誕生 我們今天的行程比較滿 就著重在春天的粉碟花上 自助旅行的時間比較鬆的話 大家可以用騎腳車的方式玩個一天 從西門進園區之後 我們直接走到劍晴之丘 也是粉碟花所在地 這裡原本是使用建築廢土所堆疊起來的 高度達58公尺 也是長路納科斯標高最高的地點 周圍沒有任何遮蔽 讓500萬珠的粉碟花跟藍天河為一 從小丘陵下方拍照 中間拍照 或是頂端拍照都有不同的美感 就在這裡花一兩個小時拍照吧 另外這裡的粉碟花冰淇淋也是IG打卡的必備甜點喔 搭公車回到聖田後 搭乘長板線電車10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水戶 現在大概接近中午 我們來吃個午餐吧 來吃水戶是塔白六谷排名第二名的中華百分店鹽神 特地是用磁城當地食材所做的料理 我們點了淡淡麵跟涼麵 淡淡麵辣得很可以 涼麵的醬也是非常夠味 加個50塊日幣還有小盤的麻婆豆腐可以吃 試試看日本的中華料理也是個不錯的體驗 吃完中餐之後我們徒步去街樂園 一路上可以進入過千坡公園 沿著千坡湖畔散步很不賴 大概二十幾分鐘左右來到街樂園 這也是日本最後一代幕府將軍 德川慶喜的父親德川奇昭於1842年所建立的 他成行孟子思想 古之人與民皆樂 故能樂也 希望與百姓共享這片美好 也是這個地方稱作街樂園的由來 街樂園與石川縣金澤寺的殲六園 岡山縣岡山市的後樂園 被稱為日本三明園 這裡最吸引的地方應該是3000顆梅樹的梅園 但很可惜我們是四月底來看的 所以花豆已經卸了 但園區內竹林、森林、紫藤、杜鵑 以及可以登高望遠的仙義台還是非常值得一逛 園區內雙城三樓高的好文亭 也是街樂園的必訪景點之一 大家可以參觀每一間房間不同的設計 走到最高樓層後可以遠眺街樂園、千坡湖以及水護室 風景非常好 現在時間大概將近下午三點 我們前往最後一站圖埔 從水護搭乘電車大概50分鐘可以到 圖埔市是一個非常適合騎腳踏車的城市 有非常好的規劃 而且圖埔車岸周邊有很多地方可以租腳踏車 兩三個小時到1000多塊日幣 可以騎到日本第二道淡水湖、霞浦 這個湖大概220平方公里 只比台北市小一點點 一路上有很多景點可以看 比方說超美的湖景 有風車的公園 或是美美的農村風光 對腳踏車騎士非常友善 很多人會選擇騎腳踏車繞湖一圈 大概需要七八個小時 但是我們下午4點才到 就騎兩個半小時 在太陽下山之前回到徒步車站 結束今天的行程吧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走路橋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委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走路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